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五章 十一到三十二节 我先给大家把经文读出来 耶稣有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家产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产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去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饥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 他父亲就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像 连连对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了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坐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那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膏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到位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读经听到这里 我们请凯文牧师到我们当中来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早上好 很荣幸来到我们当中 我从来都认为 给大家分享圣经是极大的荣幸 特别感谢李牧师邀请我 到大家当中来 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 来参加这个宴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丢失过对你来说意义很重大的 价值很重大的东西 也许对其他人来说 这个东西并不值多少钱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我丢失了一个 对我来说价值很大的一个东西 我丢失了一本圣经 其实并不是圣经值多少 因为我有好几本圣经的 有其他的东西 附加在这个故事的里面 在70年代我曾经在西边的 叫达拉斯的一个城区里面 做宣教的事工 有一个年轻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 她完全参与到我们的事工当中 她的名字叫巴比 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姐妹 那个时候她帮我们做很多的事工的项目 主要是用来做手工的这种项目 后来我成为 Ringwood East的一个牧师 就离开那个地区了 后来我得到一个电话 达拉斯教会的弟兄姐妹告诉我 巴比姐妹病了 那个时候她已经结婚了 已经有了几个孩子 得了肿瘤 那个时候达拉斯教会是没有牧师的 后来我就重新回到达拉斯去探访她 一直到她死之前 一直成为她的牧者 一直送她走 在她没有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 她注意到我的圣经 就是已经开始变得不成书了 她没有告诉我 就已经为我手工做了一个圣经的封皮 皮面的封皮 作为礼物送给我 这个封皮对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礼物 后来她丢了 我今天带来给大家看 经过这么多年 仍然是很漂亮的一个封皮 皮子的 我现在已经不用它 因为我现在眼睛老花了以后 需要看更大字的圣经 那么这个皮子已经不太适合 大字本的圣经了 但是它仍然是我最宝贵的一个礼物 有一天我坐在书桌前去找这本圣经的时候 它不在那里 我找了我整个的办公室也没找到 我发动我的太太找了整个的家 所有的汽车里的能够找的空间都找不到 我的脑子就开始想 我最后一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呢 我就想起来 我最后一次用它 应该是在教会的礼拜天的崇拜的时候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教会 他们就在教会里帮我又找了一遍 他们后来跟我说 对不起 我们找不到 所以我和我太太Judy就一起回到教会 我们亲自去找 Judy是我的太太 我们自己去亲自回教会找 也还没找到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教会的周报里面 登了一个小的通知 随着时间的流逝 我们感觉我们可能是失去了这个希望 可能觉得永远找不回来了 后来周五的时候 我接到一个从教会的办公室打来的电话 我们又丢 喂 我的也没有了 我们继续了 是有声音的 有声音 但是可能声音很小 how about yours 都是很小的声音 已经回来了 信号回来了 后来是 故事是 就是说有一个主日学老师 在整理他的材料的时候 在一个袋子里面找到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圣经跑到他的主日学的材料里面去了 我就冲回教会 然后抓住那个口袋 然后拿回了我的这本圣经 曾经丢失了 现在又找回来了 今天我们圣经的朗读 实际上有三个故事在里面 在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之前 我们先来到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一到二节 这些第一节和第二节的信息 对我们今天的故事很重要 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二节节目那里讲说 众税吏和罪人都哀尽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师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而且同他们吃饭 就在这个背景底下 耶稣给他们讲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失羊的故事 丢失了一只羊 后来他们找到了 然后有庆祝 第二个故事是丢失了钱的故事 有个人丢失了一块钱 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了 就是浪子的故事 那实际上浪子是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要人物当中的一个人物而已 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人有两个儿子 这个年轻的儿子又跟他父亲说要分他的家产 按照状态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他的小儿子是可以要求这样做的 所以他的父亲就把他的家产分了 按照犹太人的风俗的话 把长子能够分成三份的家产 长子得三分之二 第二个儿子得三分之一的家产 那么这个小儿子就把所有的家产拿到一起 然后把它换成现金 那么路加福音里面的记载 这个小儿子拿着这些现金就跑掉了 当他到了异乡以后呢 就耗费了他所有的资财 花光挥霍了所有的资财 然后变得一无所有 他彻底地破产 而且更严重的是 那个地区有发生大的饥荒 我们翻一下PPT的页 再往后 后来他就没有钱了 所以他就去投靠一个当地的财主 给那个财主放猪 但实际上这样做 就让他成为犹太人所说的不洁净了 那么关于这个不洁净的背景呢 在当时的法利赛人 是一定不会看不见这个背景的 这个时候这个年轻人意识到 他可能真的是要回家了 到了绝境里面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顾不上是不是已经不洁净了 那么活命是最重要的 他要吃饱肚子 那么与其保持他的洁净 但是可能会饿死 当然是吃饱肚子更重要一些 他说那么我父亲家的故宫 可能都会比我过得好一些 所以我还是要回家的 那不如我又要求我的父亲 我变成他的故宫好了 所以他就往回家 往家走 在他没有到家之前 很远的地方 他父亲就看见他了 那么这说明 他的父亲是一直在那里等他的 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说 他的父亲是冲过来 主动冲过来找他的 他就说父亲我错了 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在他讲完这些话之前 他父亲反而是讲出了另外一段话 那么他父亲就吩咐仆人说 把他上好的袍子拿出来 给他穿上 把戒指带在他的直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这个戒指代表的是 他属于这个家庭的成员 家庭的成员会穿鞋子 那个时代的故宫和奴隶是光着脚的 然后他的父亲说把那肥牛犊拿来宰了 我们要一起吃喝快乐来庆祝 因为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宴席和庆祝 同时间我们看见在这个地里干活的 这个大儿子从田间辛苦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里面 他听见了音乐的声音 他就问其中的一个仆人说发生什么事了 他仆人说你的兄弟回来了 你的父亲正在庆祝你的兄弟回来了 有个大的派对 有一些在这个大儿子的心里面 产生了一些变化 他拒绝参与到这个庆祝当中去 他说父亲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 我从来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随时都在 你不仅是说没有给我宰这个肥牛犊 你甚至连一只小羊羹都没有给过我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大儿子这样讲说 他竟然有肥牛犊 我竟然连一只小羊羹都没有得到过 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父亲在这里讲说 儿子你一直和我同在的 你从来没有丢失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你已经不在了 死了 我所有的其实都是你的 我甚至想过我这个小儿子丢了 他已经死了 但是他现在回来了 在这个浪子故事里的三个人物当中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长子今天 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有更像小儿子的 这样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是像小儿子一样 没有回到神的家中 你回来 那么神会张开他的双臂欢迎你 那今天我讲的重点是 这个长子的这个故事 那么这些是主耶稣重点所要讲的 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信号在我们当中 我们尤其是在教会当中的成熟的弟兄姐妹 今天是要听这个信息 今天我们的讲道有三个重点 第一点是靠近不代表亲密关系 尽管这个长子一直和父亲在一起 但是他并不特别理解他自己的处境 他看起来是非常地震惊 他的父亲竟然这么高兴 小儿子回来 如果他了解他的父亲的内心更多一点 那么他的反应可能会不同 也许他所处的环境已经特别的熟悉了 每天的这种重复的这种 这种崇拜的生活已经成了规律了 也许他已经认为 他已经所有他应该了解他父亲的所有的 他已经知道了 那么今天我们是不是所有的关系 都有这种的现象呢 不是所有住在一起的人 可以享受这种亲密关系的 所有的关系都需要时间 需要空间 需要努力 今天我要讲的是说 我们和神的关系 也是有这样的现象 我们有的时候是有一种这样的潜在的危机 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知道了神所有的 我们会认为我们属灵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成长了 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成熟了 现在有的时候我们打开圣经 会觉得这些话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没有新的亮光进来 我曾经有一个习惯 就是我每年读一遍圣经 在过去二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 我不得不说 我其实每次的读 都会有新的事情发生 包括对我自己 包括对神的认识 我们也许会落到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当中 非常的舒适 但是和主耶稣没有关系 我们的天父让我们 非常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更深 他就像以弗所书那里所说的 他让我们能够更深地来认识他 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那么这个时候 有的时候就我们会有一种这种现象 就是我们可以很近地和一些人在一起 但是没有亲密的关系 这个长子是和他的父亲住得很近 但是他的距离是很远 也许我们当中也有这种现象 一方面讲可以很近 但是心灵可以离得很远 这个长子虽然和他父亲住在一起 但是他不能够很理解他父亲内心 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 也可能会有这种现象 我讲到第二个要点是 忠诚不代表亲密的关系 在我这个信仰生活当中 这个顺服和信心差一点 成为一个对我认识恩典的一个陷阱 我不得不承认说 我的信仰当中是有法利塞人的成分在里面 也许不是像法利塞人那样 去指责别人这方面 我曾经认为我可能永远不会被神接受 我要更多的付出努力来让他接受我 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叫Jerry Jude 他曾经去德国旅游参观 他在一个建筑物上看到了这样一段话 这段话是这样讲的说 由一条路通向自由 在这条路上是有一些里程碑的 这些里程碑是顺服 节制 忠诚 纪律 圣洁 真实 牺牲 还有爱你的国家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 也许你能在进行会的一些宣教机构的场合 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段话 但是这段话写在德国万豪集中营的管理大楼的门口 这让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的忠诚 我们的顺服 我们的牺牲 甚至在神的工作里面也是有这样的危险的 当这样的事情不是出自一个和神有亲密关系的人出来的时候 这个长子他是顺服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牺牲的人 但是他竟然不能够参与到那个庆祝小儿子回来的宴席当中去 这是因为他不理解他父亲的心 第三点 同时计算和庆祝神的恩典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这个父亲对小儿子的爱不公平的 这个长子认为这个事情非常地不公平 但是神的恩典是巨大的 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讲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个园主他去到外面去雇人到他园子里干活 有人是早上起来6点被雇进来的 有人是下午5点被雇进来的 最后的工钱是一样的 那么那些晚进园子工作的人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公平 是早晨6点被雇进来的第一批人会觉得不公平 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和这个园主是相处了一天的时间 这个父亲讲说你一直和我在一起 对他的长子来说好像没有产生任何的果效 他就是说简单地不能够和他的父亲一起来庆祝这种喜乐 我服侍了你这么多的年 我从来没有浪费过你对我的慷慨 但是你从来竟然连一只小的羊羔都没有分给过我 你是看他的小儿子 他把你的资产全部都挥霍掉了 你竟然给他宰了肥牛犊 记住我们前面讲过了这个背景 这些故事是讲给哪些人听的 这些故事是讲给那些宗教领袖和法利塞人听的 那么法利塞人认为他们自己的顺服 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牺牲 能够确保他们在任何一个属灵的国度里面坐在前排 他们一直在看耶稣竟然和那些罪人在一起 他们会认为这个非常不公平 那么这个精彩的故事 今天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第一点是说主耶稣希望我们成为那个父亲 而不是成为那个长子 第二点是说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胜过所有的一切 第三点是说我们为神所做的所有的事工 只有见机在爱的这种亲密关系上才会有帮助 第四点是说 神呼召我们去爱和接受那些我们可能认为不值得爱和不可以接受的人 那些可能和我们不太像不太像我们的那些人 第五点是说和神的亲密的关系 和神亲密的关系会引导任何的教会进入一条新路 我相信主耶稣是让我们去找一找新的方法 去帮助那些人 主耶稣需要我们神的教会 去更像这个故事里面的父亲的角色 他也告诉我们说在教会外面的世界里面 是有这些像第二个小儿子这样的人的存在 神有这样一颗爱心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 祂都是准备接纳他们 像那些失丧的人 像小儿子这样的人 神对他们的信息是 你回到家里面 我的是张开双臂来欢迎你的 对我们这些信主时间很久的老基督徒来说 祂说一起来参加这个宴席 参加这个庆祝 如果你能够知道了解我的内心 一起来参加这个庆祝 不要待在外面发怨言 进来和我一起庆祝 当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些失丧的人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祢圣灵的工作 谢谢祢的圣灵与我们今天同在 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祢的时候 祢已经拆拍祢的圣灵 谢谢祢借着圣灵向我的心说话 也向所有的人的心说话 天父我们今天向祢呼求 我们真是不希望成为像长子 这个故事里面长子那样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认识祢的心 去知道祢是怎样来看待这些人的 让我们能够成为传扬祢福音的 不管是在世界的任何地方 成为传扬祢福音的人 天父我们不得不承认 尽管我们每天都用来花时间 来读祢的话语 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 谢谢祢的恩典 祢的慈爱 谢谢祢今天与我们的同在 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保卫的名 阿们 谢谢